2017副方園少永世世紀冠軍盃 預賽最後階段開打 南二區最強南霸天競爭激烈 分為CD兩組共7隊 此次比賽中許多是一般組校隊熟面孔 尤其校隊為班底的高院科大 休閒運動管理系及高雄一島運動醫學系 在第一組下路相逢 並一同晉級南二區四場 其實因為像高院科大他們其實 就是南區一般組之後很傳統的強隊 那他們的那個 我有聽說是那個系的球員 很多都是校隊成員 其實跟我們其實一樣 所以其實會面臨蠻大的挑戰 而且他們很多人就是 就是看他們比賽 所以知道他們的球風就是很強啊 因為對高院嘛 然後他們有幾個都是校隊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校隊員 然後有看過 也不是說都是上得聊場 但至少就是還不錯這樣 在校隊打比賽大家有時候都怕怕的 那今天有幾個學弟就是 就是還蠻敢出手 然後效果也不錯 所以就大家多打就有機會 被各位設了假想敵的高院科大 除了去年前進全國發牆 更是UVA一般組的第五區冠軍 今天這樣打完失誤率有點太高了 可能後面要 有沒有後面明天就要趕快調整回來 因為只有取一隊 今年比較硬啦 沒有那麼多失誤的話 然後每一個球員都專心 都專注在球場上 我相信明天應該會很順利 C組四隊 除了陣球科大吞下三敗外 剩下兩張門票 需要高硬科大 行動科大 意義科大 明日對決後揭曉 再和第一組一團結戰 最強能霸天 SSU特派員蘇星傑高雄報導